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伦 中日韩三国的外长会议 刚刚才在北京举行 这一次是由北京当东道主 来希望能够三国合作的机制能够持续下去 今年还会有中日韩的三国的峰会 那在日本跟韩国最近的紧张的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要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政大外交系的刘彩教授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刘彩教授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次的三国的外长会议 其实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们看到过去 常常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 让外长会议开不下去 或者是后面的高峰会议开不下去 以前中日有问题 以前中韩会有问题 然后韩国跟日本也一直有问题 那现在这个机制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呢 尤其我们看到最近日本跟韩国之间的紧张 因为历史问题而引起的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看目前的三国合作 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我们东北亚的局势来讲 中日韩三国面临同样的挑战 就是川普的挑战 因为川普跟美国 跟这个大陆进行的贸易战 那使得韩国日本 他们的这个出口都连续 两位数字的下滑 而且已经到了这个韩国九个月 日本八个月都是连续这样下滑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 还加上了美国现在同时压日本跟韩国 日本这边就是中美贸易协定没出来 他就想要在这个日美贸易协定港湾要弹出来 那韩国这边的压韩国要他出48亿 这个美军的住房的经费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无论是在经贸上来讲受到的压力 还有再加上这个安全上 韩国也受到安全的压力 总共合起来的话呢 这个亚洲的经济来讲的话 尤其东北亚的经济来讲 变成的是三国都希望见到是一个正面发展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是连接中日韩 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键的基地 生产基地嘛 虽然是很多可以移出来了 也不是所有可以移出来 那未来的话呢 就是到目前来讲 只要中国的大陆的经济出现这样子的 疲软的现象的话呢 那这个日韩的经济都会陷入这个困境 那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那另外来讲的话 当然各个还有想法 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也是主要是看在美国这边怎么弄 那现在来讲 他的压力是 在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还在谈 还有呢 美国最近又表示说 要在这个东亚地区部署中程的飞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中日韩表现得非常的和好的话 实际上你有必要顾这个飞弹吗 也让日韩可以有理由反对美国 那另外的话 那个中国大陆也想趁着中美贸易这样对谈 一直谈不出来 可能也许会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来 正好把亚洲的区块 它能巩固它的领导定位 也就是说RCEP 这个跟东协的 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东北亚几国 还有印度 澳洲 纽西兰的 这个东协加六的 能够赶快签订 已经想到年底 如果中日韩也能签订的话 那整个地区来讲 我们这个区域的亚洲经济区块 也会获得领导的地位的巩固 但是这三国中日韩里面 有一个问题是美国过去 比较没有牵涉在里面 就是历史问题 不管是中国跟日本之间 也有包括靖国神社 包括钓鱼台争议等等 你韩国最近是因为这个 在战争期间的这个 征用功之前未安赴的事情 那这个历史问题在他们之间 是逐渐的慢慢的淡化呢 还是说时不时 这个事情就会被炒作起来 那这个他们自身当中 这三个国家当中的历史问题 怎么样来解决 这个美国似乎是跟这个是在世外的 对不对 美国因为他重视的是 如何在东北亚维持他的战略安全的利益 所以在过去美国都一直压着日韩 不让他在历史问题发生了问题 那但是呢 这一次很明显的 这个川普的政府采取的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积极的压这个日韩维持友好关系的工作 你觉得这一次川普刻意的就是完全自身事外 不会想要事先就把他的事情压下来 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日韩为了这个被 韩国被征用的这些劳工的问题 日韩在闹的时候呢 美国竟然是派那个波顿那边去到韩国 说请他把将这个驻韩美军的这个费用提高到48亿美元 那不是趁机压迫韩国 韩国现在面临的是日本的这个关系恶化 跟北韩的关系实际上也恶化 因为这个美国跟韩国进行军演 所以都是因为美国的因素 那些韩国现在面临美国的压力 所以这一次韩国对于美国寄予厚望 但是美国这次并没有非常积极的做这个调人 其实这很有趣 因为韩国那个时候一直希望能够把美国拉到他这边来 日本不做声色 但是很多人都猜 其实安倍事先已经得到美国的默许来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一次美国事实上是比较导向日本这边吗 确实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在美国选择日韩之间来讲的话 大部分时间都是选择日本这边的 只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形下 那安倍是一个极右派当美国支持 但是呢像过去的这个 假如是像这个日本的民主党的时代的话 就跟美国关系不好 美国才会去支持韩国 因为他是强调要是中日韩的经济的整合 而且呢说要远离美国走向这个中国大陆跟亚洲嘛 那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们的关系才不好 否则的话在大多的情形之下 美国都是选择日本优于韩国 这是韩国居于不利的地位 这一次在长城脚下 那个这一次王毅他们选择这个地点 来开这个中日韩三国的外长会议 王毅在致辞的时候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都很在意历史的问题 就是以史为鉴要往前看等等 但是中国大陆这一次 有没有想要调停日韩之间的争议的这个企图 我们看到美国把这个问题躲得远远的 现在即使讲两句话也是不痛不痒 那但是中国大陆如果希望能够把中日韩这个东西 能够区块拉在一起 他必须想办法能够来 至少能够减轻这个两国之间的对立的情况 他有没有做到 他可不可以做得到 至少他是认为现在是一个机会 因为中美的贸易战到目前为止 迟迟不能够落幕 也就是双方竞争的越来越激烈 而且可能会来是长期的新冷战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中国必须要加强跟日本跟韩国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 他想说区域的领导他要搞定 因为美国这样闹到闹 实际上美国对亚洲的经济来讲 并没有增强美国跟亚洲的经济的互动关系 反而是减弱的 因为所有刚刚讲 像这个中美贸易战 从大陆迁出来的公司 都是到了亚洲 东南亚跟南亚 并没有回到美国去 那实际上还是在这个亚洲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 这个供应链的调整 但是并不代表着说美国就赢了 那是调出了中国 但是还是在中国的领导之下 所以如果要趁这个机会 赶快把他巩固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在其实中日 在最近的关系上 我们要注意到 他们都已经调整了 早到2017年 安倍就已经调了 因为安倍已经对川普 其实失去信心了 而且小的川普 下面就是来压他的贸易的问题 还有要他买军备 这些都要压他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在2017年就已经说 中日关系 他访中的时候讲了 中日关系是一个协调的时代 不再是对抗的时代 所以他们关系已经改善了 那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产业的问题 因为大陆开始弄电动车之后 让汽车产业整个颠覆了 现在变成中美电动车 他们第一第二 Tesla跟比亚迪 那日本跟德国都下去了 这是日本很大的一个挑战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动机 日本为什么必须跟中国大陆调整 因为中国大陆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 这个市场 所以这些等等来讲 日本已经调整了 因为他担心到美国这边变 然后他必须要跟中国要调 还有他要成为正常国家 必须要跟中国关系要友好 那韩国这边方面来讲 就是反而这方面来讲 调的是比较慢的 唯一跟北韩关系好 但是北韩关系现在也陷入困境 跟美国来讲也受到最有压力 也实际上不能解决 跟日本又闹上了 跟中国在前面的这个SAD的问题 也没有完全的恢复 所以韩国现在是比较累的一个一方 我们看到最近日本是 有人说是释出一些善意 原来是有三项东西 它禁止对韩国输出的 现在有两项就是暂时的解禁 对韩国输出 那韩国这边 它最近要决定 是不是日韩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要不要继续 它每年要持续一次 你觉得韩国或者是说韩日之间 这个紧张的情况会不会 因为你再继续对峙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有没有可能就借机 有机会可以下台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 还不是在日本 比较像是韩国内部 因为韩国的民族主义 现在是确保文在寅 能够支持率一直回升的一个 他会放弃这个事情吗 这个如果是他这样转向的话 内部会对他很大的提评 就像那时候对普景惠一样 他会怎么做呢 关键还是在美国 因为影响日韩 或日韩看来看去都是 他们关系虽然双边 但是看来看去还是看美国的态度 那这个日本来讲的话 日本比较现在在意的是 希望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能够成功的举行 那如果跟韩国搞的关系 这么僵的很糟的话 那韩国要不然不来 要不然来的时候给你乱搞一下 在场面上给你乱搞一下 这个日本不希望见到这个问题 因为天皇可能会 天皇会到嘛 各国领袖的到 所以呢也不要把它搞得太烂 但是关系太坏 但是日本又考量到 韩国先搞未安妇的问题 说没解决要继续搞 再加上又搞这个 这个被强征的韩籍的 这个劳工的问题 那个日本会觉得没完没了 对对 那说不定还有别的呢 所以这样子的话 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嘛 也就是说 所以他利用了说这个国安的问题 所以的话呢 要加强这个检查 但是呢 刚刚讲到 他也不想要把韩国搞得太僵嘛 所以他连续 现在已经连续两次 尤其是最近这一次嘛 刚刚才通过 再给 所以的话呢 意思说 他有这个 可以使用这个 这种 国安的问题的条款 但是 他还是可以用快速的 还是可以让他 可以让他维持原来的运作 就要看情形而定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给了韩国来讲的话呢 一定的这个压力 求就到韩国的球场 那韩国来讲的话呢 文在寅实际上 在815最近的这个 中战的这个 这个谈话里面 已经提到了 实际上 日本的国民也是 这个军国主义 跟二次大战的受害者 那也是代表了 韩国立场也在 慢慢的稍微 这个微软一下 下来一点 这样子的话 他们两个再来谈 所以这个未来的 这个刚刚提到的 这个 这个韩日的军事的 情报的交换的 这个协定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有可能会说 持续下去 因为关键是美国啊 不是日韩而已 因为美国最在意的就是 这个协定如果废除的话 这个对于美国跟韩日 这两个盟邦 是很难搞的 对不对 对 因为这样维持着 或者连这个继续下去的话 还可以作为韩国跟美国谈判 这48亿的 这个地方来讲 他会说 你就少要一点吧 也是有可能 不排出这种可能性的 那因为现在就是 美国跟韩国正在谈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看他们的外交的 这个手腕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 我们来谈一个 也是相关的议题 就是北韩在最近以来 已经连续六次 试射这个短程导弹了 这个事情 对于美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谈 继续谈 对于美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